好,接着我们来说一种很厉害的 上了市第二天的新股 何黄医药 跟耐雪滴巢的反应差很远 但股价 今天再压近一成 Carson想问 他说追不追好呢? 好像很厉害 不追了 因为就是太厉害了 因为本身前日 大前日星期二的暗盘 其实已经有惊喜了 升了两成多,他回到五十元 但那一刻我觉得是有得解释的 因为始终黄黄医药 它在英国、美国都已经挂牌了 其实你看看由13号仔 即是香港这款黄黄医药 截止认够到星期三上市之前 那段时间仔 其实中间一只外围美股的黄黄医药 其实升得比较多 而那一刻那个升势来解 如果换算香港这边的股价 虽然几只不是什么第二上市可以互换 但价格可以这样计算 如果换算的时间 其实是值大概五十元 五十元左右 所以你看到黄医药本身上市价四十个一 所以那一刻是有这个条件追回这九元左右的距离 所以暗盘那刻已经上了五十元 其实是合理的 而星期三开出来五十元 五十元比较适合理的 所以是贴回这个距离 但是去到星期三 中间一只八十几元 或者现在六十几元来计算 其实反而它已经高过美股那边的黄黄医药价格 所以问题就是要看看之后 究竟美股那只黄医药是否继续升 如果是的 令到两者的距离 因为现在反而贵了就变了不吸引 我觉得如果这样看 其实现在一拨下去 实际来说是难说的 但是当然现在我想这一刻的星期这么凌厉 除了刚才提到人计算的差价差距之外 怎么也有些供求的炒作关系 大家是很正常的了 即是你原本没什么留意的 突然间上市略那么强的 一定有些人追下去 但是这件事就难判断 究竟还有没有性 这是很难去说的 所以如果真的从价位上去看 例如计算和美股那边的价格 未必太吸引 我宁愿等它回落 例如一来比美股那只 二来可能去到价位的上市位 低位51元 慢慢松一点 才慢慢做中线部署会好一点 因为中线我同意其实是不差的 因为它在研的药品其实不是太差 而且其实有部分药品也有些收入 虽然实际还没有赚钱 但是中长线始终都是属于生物科技股 其实看法后其实不是太差